现在简单讲一下如何打印拼接A4纸样 那首先第一个在打印的时候 不要设置为自动旋转纸样 这样子会让有些纸样可能就会变形 那其次呢是竖板 选择竖板打印A4纸样 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选择 不要缩放纸样进行打印 有些打印机的选项可能显示的是百分之百缩放 那意思和不要缩放是一个意思了 然后满足了这三点之后呢 你打印出来的纸样将会是一个带着边框的切割好的 把一个整的纸样切割好的A4纸 那么在拼接的时候呢 你首先是要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 然后把它拼接起来 拼接的时候呢 首先边框你先重叠 相连的两张的边框先重叠 现在这个是左右边框 左右两张纸呢就是左右的边框重叠 如果是上下两张纸上下边框重叠 边框重叠的情况之下在上下左右移动这个 这个实际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纸样 那你可以让它的端点相接 记住一定是端点相接啊 中间没有隔任何的 因为你已经做到了就是边框重叠 然后用普通的这个胶带 透明胶把这个纸样连接起来 接缝复处把它粘好 像这种下面肯定还会有 就你下面肯定还会有继续要拼接的地方呢 暂时先不要不要粘 这样子叠自己在四张纸凑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留一点余量 因为你人工拼你毕竟不是 不会不一定会要那么准确 稍微有一点的余量在中间的时候 轻轻拉扯一下就OK了 然后粘好了之后呢 在每一个子样每一个S打印子样上面 我都会有一个小方框 这个不知道这个上面看得清楚吧 有个小方框 是一个两厘米的正方形 变长两厘米的正方形 你如果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打印正确了呢 那你拼好了拼好了这部分之后 你拿尺子撅一下这边框是不是两厘米 如果是两厘米的话 那你打印肯定就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对如何打印拼接S指样的一个简单说明 是一个安全的那种 是一个小方框 都在地下轻米的那种